韩式烤肉用熨斗压在五花肉上面 让肉片更贴合铁板 翻面一看焦香味四散 很多老饕就是冲着这一位而来 不过最近老板已经快撑不下去 原物料人事成本不断飙高 除了缴租金 竟然还有邻居想分一杯羹 要业者缴地方回馈金 那我们寄付了一楼房东租金 然后二楼又主张 我们在这里做生意 应该要寄付回馈地方的所谓回馈金 所以等于是被扒了两层皮 这家烤肉店就开在一中街商圈 餐厅业者指控 如果不缴回馈金 邻居就不断用各种理由检举 让他们不堪其扰 外面的招牌太亮 影响他们的睡眠 这个也检举了 然后噪音的部分 我们也持续改善到合法 它其实就是用行动啊 就是每天检举啊 烤肉店隔壁门口 摆摊卖芭蜡的摊贩 也遇到同样的情形 一张违规摆摊的红单开下去 一天营业所得就泡汤 我真的快伸不下去了 因为二楼的屋主 他一直在威胁我 他就想说 好 你如果不走的话 他就是要卷取我 谈犯急到眼泪都快掉下来 两家业者指振粒粒 但楼上的邻居却这么说 像这样的恶习 在全台各地的商圈 都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所以我今天真的希望 台中市政府金发局 还有各局处 重视这个系统性的问题 双方各说各话 但其实这样的陋习 不止一中商圈存在 明代呼吁市府 应该尽早介入协调 让楼上楼下 双方都能各自安居乐业 美食新闻黄云伦 蔡瑞言 台中报导